大家好,歡迎收看新一輯的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上一集我們談到雲觀數據的問題 今集我們談談微觀數據的問題 今集會和大家談的題目是 定期交數,市場讚好 買股票,資訊是最重要的 初歌不妨從業務透明度較高的公司入手 所謂透明度較高 就是一間上市公司 會否定期發表營運數據 定期的數據發佈 有助提高公司的盈利能見度 市場能夠較容易預估一間公司的前景 好像從事飛機租任的中銀航空租任為例 就是這樣 這間公司的業務相對單一、二名 而且每個季度都會公佈營運數據 透明度較高 值得初歌留意 中銀航空租任收入的來源 包括租金、利息、手續費、出售飛機收益等等 其中租金的收入佔了91.4% 透過公司每季公佈的機隊和飛機訂單的情況 就可以了解到這間公司未來收入的增長如何 例如公司早前公佈 去年第四季交付了19架飛機 全年交付了55架飛機 直至去年年底 自有機隊共有303架飛機 飛機訂單已經累積到183架 中銀航空租任也計劃 在2019年交付79架飛機 即是按年增加43.6% 在這79架飛機內 已經有18架飛機有客戶說 將會購買 總決而言 一間公司愈願意對外公佈營運數據 投資者愈容易掌握公司的業務發展 最新動向 這類透明度較高的公司 都較適合初歌新手去研究